持续四个来月的香港暴乱,今日愈演愈烈 在过去的周末,大批蒙面激进示威者在香港九龙各区 四处堵路、纵火、投掷汽油弹,肆意破坏沿路的基础设施 警署、店铺,甚至在闹市区发现疑似爆炸品 对市民生活造成极大困扰 10月21日,香港警方会见传媒时指出 暴力破坏已变得公式化,让市民感到讨厌 香港警察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叶介绍道 10月20日,暴徒在九龙地区纵火10起,形势毁坏7起 投掷了超过100个汽油弹 有11个港铁车站出入口被暴徒纵火焚烧 超过100组交通灯被破坏 因暴徒扬言20日要大肆破坏西九龙高铁站 导致当日高铁站客流量比上个周日减少一半 自10月1日以来,暴徒共纵火超过80起 刑事毁坏752起 卓孝叶警告道,人气油弹是纵火 最高刑罚是终身监警 在暴乱中,一些理念不同的店铺 已成为激进示威者攻击的焦点 10月20日,多家中资银行和中资企业旗下的店铺被大肆破坏 卓孝叶称有人更趁火打劫进行盗窃 有店铺损失超250万 暴徒针对一些他们认为理念不同的店铺大肆破坏 他们叫开银行、零食店、中药店、杂货店的铁杂 亦都将里面的货物大肆倒乱 击碎玻璃,打烂他们的层切 有些甚至在店里面中火 而部分地点的火势和浓烟 亦都有一道波及楼上的居民 不少店主在石油盆店的时候 除了发现财物被毁坏之外 亦都有不少财物失去 其中有一间被破坏的店铺 发现财物、手机和电子产品的损失总值 是超过250万 而这个数字还未单单计算 他们需要维修 这些除了盗窃以外 也不是单单的刑事委坏行为 他们已经构成了爆竊的罪行 而最高刑罚是监禁14年 在这里我想警告所有的暴徒 无论暴徒口中的诉求 多么崇高都好 都不能够合理化他们的暴力 也都不能够合理化 他们对警务人员 对警署和其他人行使的暴力 卓小叶续指 暴徒近期开始使用爆炸品 20日在九龙区 警方最少接获 四宗发现怀疑爆炸品 他批评示威者利用怀疑爆炸品 转移警方视线 分散警队资源 行为悲劣 议会买下隐缓 当时我们在处理的暴乱的同事 又要疏散人群 让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让我的爆炸品处理货的同事 去处理这个爆炸品 因应情况 他们决定是即场引爆的 而暴徒在利用这些 怀疑爆炸品 转移我们的视线 分散我们警队的资源 行为是相当之悲劣 而其中一点 我想提醒最重要的是 当这些怀疑爆炸品经常出现的话 可能会令到市民掉以轻心 随便去处理它 但假如它真是一个爆炸品的话 这些轻率处理 是会随时造成伤亡 无论如何 我们警察 对于任何的爆炸品 都会专业处理 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 谢震忠公布 自18日至20日 警方共拘捕68人 包括53男15女 年龄介乎15至67岁 涉嫌盗窃 非法集结 伤人 刑事毁坏 公众地方打斗等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再见 同市民 所产 MAYOR 建讯